我的天哪 你吃过这种软呼呼的爆浆汽水糖吗 打开来一股香喷喷的汽水味 有个小伙子 在可乐堂里发现了一枚黑色的爱心戒指 看起来平平无奇 可把它放进热水里泡一下 它就会瞬间变色 还能变换出不同的颜色 据说带上它去小卖部 老板就会请你喝 比人还大的可乐 这也太神奇了 带上可乐堂我以前经常吃啊 你还能找到变色钻剑 带在手里泡一泡 马上就会变色 只要带上它去小卖部 老板就会请我喝气的心革啊 还有这种好事 我们这种可乐软糖上哪去买呢 我知道了 咱们学校门口就要卖 在哪上试试呢 有个 十分钟烂可乐堂给你们搞回来 这次咱们买的还是三种口味的呢 有可乐的 还有选立丝男味的呢 赶紧让我来请尝一个 我最喜欢的就是可乐味的了 先来尝一口可乐味的吧 这里面的软糖怎么是焦色的呀 看起来还蛮难俊啊 我把我捏起来还是非常软的哦 这两个黑瓶的分达味道 我看这里面的颜色就好看多了嘛 咱们起来好像还是橘色可乐的 最后一个就是雪碧味道了 起碧开 果然和雪碧的味道一模一样 现在小姐带的味道怎么样 哇 它是一个绕丝 它是夹心了呢 但是没看见里面有变色的箭矢 咱们呀还是得再找找 咱们们给我点点拐点 咱们把这些糖全弄给拆开 开启 这个里面没有 没事 咱们再继续 这一口里面也没有 再玩过绿色的 嘿嘿 哇 绿色剑 竟然还是一口绿色的箭矢实的 这一根箭矢实看起来不小啊 奥哥哥 你不觉得它能值多少钱啊 变色剑键都找到了 你确定要这是变色剑键吗 要不然你怎么把它放热锁里泡一下 准备好入水 嗯 这颜色怎么没变啊 我看是绿色的 他来找到的不是变色剑键 那变色戒指得是什么样的啊 还是让我来照给你看吧 不是 嗨 是一枚粉色戒指 咱们开个变色戒指出现吧 是一枚蓝色戒指 这个颜色看起来也挺美的 我竟然找到了CP戒指 赶紧把它们放进热键里泡一泡 简直奇迹的时刻 哎 怎么还是原来的颜色呀 看来它们也不是变色戒指 连多了个三个都是普通的戒指 但是咱们把这一口圈拆够下了 请我闻闻点点关注加战的 我们一口下把这一通圈拆掉 哎 我又发现了一枚戒指 不会变眉 一看就是不会变色的 还要继续找吧 我的棚都快对不下了 这变色戒指到底在哪里啊 哎 这一颗摸起来怎么有点沉默默的 赶紧来打开看一下 开 一颗好大的感觉 而且这颗像是黑色的 感觉像是一颗可以变色的戒指 再给我赶紧来试一下 现在还是黑的 咱们帮帮帮帮帮我一起来见证奇迹吧 看一下 变成蓝色的了 擦了蓝怎么越来越浅了 已经被这变色了 不对 它开始变红了 要被这紫色了 现在就变回是蓝色了 这其实也太神奇了吧 只要破一下 用什么就是不停的变色 不过我这视频里 怎么是爱心情的地质啊 我们抽到的 怎么会可原性呢 不过没关系 这名字的看起来 也特别精致 对对对 咱们赶紧去小妹部证诺的 开心请我们喝积极课 什么 吃什么多软糖 你们看小妹妹再浪费了吧 吃什么多软糖都不吃 让我能帮你们解决一下 啊 这是什么 黑纤 它是黑色的 原来是一名戒指啊 黑纤纤的 这两个早上已经丢了吧 我的天哪 你玩过这种神奇的年年一体吗 竟然有人在里面找到了恶魔戒指 到了晚上还能发光 太神奇了 我愿意经常玩过戒指啊 反正能在黑夜里发光的呢 你又什么名字还玩呢 但是我搜了一下 这人一定要八十八块钱啊 这一盒就了八十八 这也太贵了吧 要不然就我们去小卖部看着啊 重新 小赶纹 我愿意给你们找回来了 小卖部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这一盒啊 这九块九 虽然它是山寨版本的 但是老板说里面也有恶魔戒指 而且吹中的机率还很大呢 咱们赶紧来看看里面的独夜 是什么样子的 嗯 先从哪个下车呢 嗯 那就 你吧 这一盒小毒业伸着舌头 好像很漂亮的样子呢 不知道它里面会不会有恶魔戒指呢 自开 哎 还有一个包装 这包装也太颜色了 原来里面的液体也是紫色的 这上面还有两个小眼儿呢 拔了开 哎 眼睛掉了一个 废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开刺 哎哎哎哎哎哎 妈呀 这毒业水飘飘飘的呢 拖起来质感还真的挺好的耶 让我来找一找 嗯 我感觉好像没东西啊 把它全都拔了回来 好 哦 够喝了一个翅膀 够魔戒指出来了 上来就被我抽到了一个 我的运气还真不赖呢 哇 这做工业太惊奇了吧 哦 它真的能发光吗 小卖部 等到视频最后 再来给大家测验一下的哦 小久都没玩过这种迪迪迪辣 给它装上小眼睛 揉一揉 滑滑的弄的 好好玩啊 啪啪啪啪啪啪 还能拉伸超长的 大个泡泡 质感真的超好哟 今天你们看 这没有发光戒指啊 哇塞 那我要来个蓝色的 这个毒业的嘴巴 好像有融化了耶 咱们得把它敲开 哦 里面也是蓝色的呀 把毒业帮它出来 咱们来找一找 看有没有戒指 嗯 我们什么都没有啊 说看吧 你们是不是也没看见戒指呀 我怎么就什么都出了呢 这呀还是要更运气的 今天我的运气爆棚 小凯和个个个点点赞子 接下来再抽一个给你们看 嗯 抽哪个呢 哎 这也当不上你小凯 让我抽橘色的 那就这一只吧 哎 小伙伴们你们发现了吗 这一只毒业 竟然有三只眼睛 它的舌头还吐得出来 感觉很条件的样子 这里面会不会藏着 一只不一样的戒指呢 保密撕开 还是脸就丢了我的大眼睛 不过这一只毒业的颜色 真的像橙汁一样啊 哇塞 只能留味道也像橙子一样 看上下还有个大泡泡呢 咱们把橙汁给它拔了起来 哇 我看就现实了 哎 又是一枚银色的 看起来和我刚才抽到的那一枚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不知道它俩发出来的光 会不会是一样的呢 视频结尾 带小伙伴们一起来看一看哦 让我来帮大家 抽一抽这头毒业 好温暖啊 还打起来 还有水的声音哦 冷呼呼的 好好玩啊 我去 你都抽到两个戒指了 那都行 我得再来一个 就这个粉色的吧 这个粉色的毒液 自咬咬咬咬的 看起来满蛋猛的 里面应该也是粉色的吧 我还真是 果然粉色就是显得到 看起来粉嘟嘟的 像果冻一样 嗯 还有个草莓味的 卷着卷着在哪里呢 我这次也没有吧 咱们来好好找一找 果然什么都没有嘛 为啥我抽着他杀害我 那些我会挑啊 把我和眼睁睁来看一看 哎 这两个里面 好像都有这些 我怎么看好像都没有啊 这不会糟地 我的和眼睁睁的 不过吧 这个黄颜色里面的戒指 我都和其他的戒指都不一样 这次 我就是说他 小胆子 你们觉得 这一只里面会有戒指吗 这一只长得看起来也太好了吧 它还有两颗小牙齿呢 嘿 撕开 哇塞 还有个小泡泡 捏爆 看起来像蛋黄叶一样哦 咦 这样就在哪里呢 我该不会猜错了吧 哇塞 在这里 是你们自己做的戒指 我赢分了一笔 行走的更把气了 现在还是最后一盒 视频同款 哈凡独夜 它长得好窘啊 我要在屏幕区抽一位小卡 来送给你们 姐 赶紧测试下这个戒指 会不会发光啊 马上 噔噔 哇塞 它们真的能发光啊 姐 不但有绿色的 它有蓝色的呢 这只绿色和青色 都是零戒指 没想到最好看的金戒指 竟然是最暗的颜色 小卡嘛 你们是喜欢蓝色绿色 还是青色呢 反正我每个都喜欢